恭喜朱婷 恭喜蔡斌 报中国女排右翼核心将正式加盟一甲豪门或投奔郎平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在近期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中国女排核心队员刘洋这个问题 那么一直以来也吸引着广大球迷的高度关注 因为在近期首先大家能够有所耳闻 那就是前中国女排国家队的功勋教练员郎平 非常有望在下个赛季去执教一甲的一支豪门球队 那么这样一个消息 国内外众多排球方面的媒体人也是先后爆料了出来 引发了广大球迷的关注 如果郎平去到意大利联赛去执教的话 注定将会掀开中国排球迷对于这个联赛的高度关注 本身上个赛季由于朱婷 姚迪等球星加盟到一甲联赛之后 给这个联赛就带来了更多的中国女排球迷的关注 那么如果郎平也去执教了 那么中国女排球迷关注这个联赛的人会越来越多 而郎平去担任主教练的话 他如果执教一支一甲豪门 那么一定会有机会从中国女排国家队 邀请一些优秀的队员加入到郎平所执教的这支球队中 那么这支球队据传言说有可能是米兰队 米兰他在此前的意大利季后赛的比赛半决赛中 是逆转2比1战胜了朱婷所效力的斯坎迪奇而打进了决赛 那么米兰是一支非常有实力 经济实力也很雄厚的俱乐部 那么郎平也是观战了米兰的三场半决赛 并且跟米兰的管理层有非常多的密切交谈 那么所以说郎平下个赛季出山支教米兰 这样一个消息并非是空穴来风 那么如果说真的能够去支教米兰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女排很多核心队员来说 或许他们也都有望去迎来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刘洋的一个开端 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即将开启接下来的女排国家联赛的征程 那么这段征程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就是更多的以实战来检验我们现阶段 过去一段时间的集训成果的一个展现 所以说并没有召回朱婷这些核心队员 那么他们刚刚刘洋完毕需要恢复身体 所以说蔡并没有召回来 但是等到9月份的杭州家运会 朱婷一定是回归的 因为朱婷她通过在一甲连赛的刘洋 把自己的状态已经完全调整了回来 她是目前中国女排最优秀的主攻 那么所以说中国女排对于她是有需求度的 而朱婷此前也多次表达 想要为中国女排出战的决心 所以说双方一拍即合 在9月份出战这种重要的国际比赛的时候 蔡斌是一定把她招回来的 而且蔡斌此前也一直给朱婷保留了国家联的球运号码 2号对吧 那么蔡斌也立下了军令状 杭州家运会一定要夺冠 所以说朱婷的回归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通过朱婷在一甲连赛 在受伤之后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 通过这个细节就暗示着打这种高水平的连赛 对于我们中国女排的这些核心队员们 提升个人能力恢复经济状态 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帮助的 意大利女排连赛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连赛之一 所以说广大的球迷也都期盼着 中国女排能够有更多的核心队员 来到意大利连赛去留洋 而在近日根据相关的外媒爆料 包括咱们国内媒体也有转发的 爆料了一个更为重量级的消息 那就是咱们中国女排的又一位核心队员 李盈颖非常有望在下个赛季 去登陆一甲豪门 加盟到米兰俱乐部 那么这与朗婷执教米兰俱乐部 那个消息 两个消息放到一起 有点一拍即合的意思 有点不谋而合了 对吧 如果说朗婷真的去执教米兰的话 那么李盈颖去米兰留洋 这真的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好消息 这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情了 因为毕竟朗婷是李盈颖的恩师 那么如果两个人能够在一甲联赛 再度的联手去合作的话 或许将会帮助中国女排 帮助中国排球 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那么这也是广大球迷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们的两位中国女排最强主攻 李盈颖和朱婷 能够都在一甲联赛的豪门俱乐部效力 而且中国女排前功勋主帅 朗婷也在这里指教的话 这对于我们中国排球的未来发展 也将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说对于蔡斌 对于她指教的中国女排来说 也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等到朱婷和李盈颖 在下个赛季 如果真的在一甲豪门俱乐部 成长为各自球队的绝对核心 并且学成归来 回到中国女排国家队 这对于我们球队 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 让我们的球队重返 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的领奖台 也将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